我们首先来关注 民进党初选落幕 全党是随即整装出发 力拼2020 而中国国民党惨烈的初选 要打到7月中旬才能见分晓 那么就有媒体分析 到目前为止 各方面的形势 对于国民党都十分的不利 不仅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情 连明代的选举都有引诱 民进党初选 蔡英文完胜赖清德 尽管赖心里100个不服 但民进党并未因此 落入明显分裂 反而在完成提名后 迅速开始整合 台媒报道 蔡英文近期陆续与党籍民代 县市党部主委参序 也安排许多地方行程 同时着力实现传统党内组织 和新兴网络社群的双向互动 此外有媒体报道称 民进党计划赖清德 将列入不分区民代名单 力拼执掌台立法机构 让蔡赖分进合机 此局若成 不仅将严重威胁到 国民党的民代选举 也将有利于拉抬蔡英文的选情 反观国民党 从时程上看已经慢了一拍 初选厮杀要到下月中旬才能见分晓 届时民进党已经基本整队完成 而近期蔡英文为了凝聚绿营支持 不断挑起统独议题 试图主导选战基调 而国民党似乎开始落入对手的陷阱 在原本战先的两岸议题上 见识优势 此外国民党初选 多人竞逐 蓝赢各种力量都想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但从民调上看 最有望争位的还是韩国瑜和郭台铭 但其他几位参选人 尤其是表态不参加初选的王金平 影响力都不容小觑 若因党内初选导致分裂和内斗 既难以弥合伤痕 也会继续消耗因2018九合一选举 胜选所带来的人气 最终挫伤选情 台媒分析指出 民进党初选后迅速变身为超大的选举机器 国民党若想在明年拿回执政权 则应尽早结束歹戏脱棚的初选 尽快推出候选人 以争取最大公约数 团结一致争取在2020胜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All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